中央社记者朱泽伟台北21日电神面科技在经济部南港IS设计玉城中心提供的支援下 开发出脑机界面可透过脑波分析数据了解学生学习的专注力目前已在部分国中小试用 这项技术利用穿戴式装置把脑波分析的数据以无线蓝牙传输至手机应用 评测学生的学习取向和优势 帮助老师了解孩子的能力和性向规划 经济部今天发布新闻稿指出 专注力是影响学习表现的关键 因此 经济部协助神面科技把脑机界面技术应用在教育方面 目前已在桃园市十一所国 高中及小学试用 感测学生在上课或读书 学习时的专注力 让学生适时调整 不同的学习作息 习惯或环境 未来也将应用拓展至体教及特殊学校 经济部指出 神面科技今年也积极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 与马来西亚政府合作推动脑机界面 结合VR赛体育训练的应用 以深历比赛情境中来断选手的心智 以及强化肌肉技艺 经济部表示 未来将持续挹注各项育城资源 透过链接资源 国际接轨等方式 积极育成国内新创事业稳定发展 并协助开拓国际市场 编辑 郑雪文 1070421